什么样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艺人呢? 大概不同的人定义各不相同 世界有成,财源滚滚,爱情甜蜜,孩子孝顺 这些都是幸福的那些元素了 毕竟有的时候幸福的来源各不相同 唯有懂得珍惜才能配拥有这样的幸福了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对于艺人而言 唯有不断的努力提高自己眼镜 这样才能让自己事业发展跨入新的阶段 就很多艺人而言 也有一些硬性的准入门槛 比如颜值高,身材好 尤其这个看脸的时代 披颜值的时代更是如此 不过一旦进入了这个门槛以后 对于艺人而言 似乎演技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也是艺人们的立足之本才能得到导演的认可 以及粉丝由衷的肯定 也能让自己的元气得到大幅度的攀升 对于艺人杨子也是毫不例外 近日杨子接受访谈 在节目中接受访谈 谈起了自己在影视剧中表现 让大家备受鼓舞 近日,杨子在采访中回应五官乱飞争议 表示大家只是通过一张动图 就说你有在五官乱飞 直言断式我完全不相信 比如遇到极大痛苦的事情 你可以没有表情的哭 不能发现作为一个艺人呢 杨子是一个很入戏的一个艺人 这样才能将人物表现得恰到好处 说明他是一个很看重自己演技的人 这样杨子的戏接连不断也是可以理解的 提醒了他都那种敬业精神 也是很多人榜样和示范作用 杨子是一个的低调的90后艺人 今年刚好31岁 也是人生最好的年龄啦 也是一个公认童心 在小的时候因为出演家庭剧 《家有儿女》而被大家所熟知 其中包括宋丹丹、杨子、张一山都是表现不错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至时光的推移 杨子也步入了成熟的阶段 先后出演了多部新剧 《向大家知道的欢乐送》 《我的茉莉男孩》 《香蜜》 《亲爱的热爱的》 《余生》 《女性女师》 《长相孙》 《妖九九爱》 《沉香仇华》 《沉香如箭》 《陈宽剧》 以及电影《沉默的证人》 《列读》 《我和我的家乡》 可以说作为一个新生代艺人 杨子也是很多网友和艺人好榜样 也是起到模仿的作用 此外杨子虽然在娱乐腔 但是很少有负面绯闻 也是比较注重个人的形象的 堪称得一双心了 对于她而言 最大遗憾就是感情还未能开花结果 希望她第一任男友秦俊杰以后 再次邂逅属于自己的爱情了